下半季進入激烈的爭冠時刻 各隊無不做足準備 中興兄弟八月二十六號 也做出人事異動 把在二軍擔任投手教練的 小肌林恩宇 拉回一軍緊盯牛棚站立 這個職位當然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鮮的職位 那我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幫助球團 總教練 投手教練 讓他們可以調度更靈活 然後幫忙選手哪一個 可以準備好 然後幫助選手一些 調整心情一下 然後可以上場全力的發揮 儘管下半季球季 目前戰機位居領先 但相較先發投手狀況 中興兄弟的牛棚表現 似乎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本季至今教練團 主要依賴的後援投手 各項數據表現都是滿江紅 除了轉運手官大員之外 其他人的防禦率 居然全在五以上 讓先發投手到終結者之間的過程 增添許多變數 經常出現遭對手逆襲的情況發生 而在二軍擔任投手教練的小姬 表現生活肯定 加上球員時期有過多次季後賽 以及大型國際賽經驗 希望他的加入能成為穩定牛棚的重要角色 其實我們投手群的心理層面 我相信他們都已經夠成熟了 那我只能叮嚀他們說 當下的場面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就是讓他心情跟球技 然後力量方面 可以進到自己最大的力量 目前戰績排名第一的中興兄弟 只領先統一是二點五場 牛棚戰力常被認為是勝利的關鍵 期待小姬林恩宇的加入能協助教練團 讓黃山軍的奪冠優勢再添一筆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可能是阿姨 是一到達 快點 快點